中國大陸創紀錄了 奪金啊 哎呀 這是最新的消息 舉重女子 81 公斤級的 這個李文文好可愛啊 比了愛心啊 中國大陸一直來到了 40 面金牌 好 你可以看到 比到最後 中美到底誰是贏家呢 真的是看得出來中美咬得很近 好 那看下一張說這次奧運 真的是中國大陸的這些小將們 都不斷創造歷史 好 那最後呢 掌棋的這個閉幕式 包括舉重的冠軍啦 還有曲棍球的隊長等等的 然後中國大陸其實在11號的時候 已經39面金牌追平2012年 倫敦奧運會的一個賽事了 然後這次讓大家很揪心的 其實呢 我們這些華人館 真的都是很棒 我們台灣部分呢 你看也是不錯 兩金五銅 然後呢 香港是兩金兩銅 都非常的棒 然後呢 中國大陸乒乓球啊 這個女子乒乓 還有男子乒乓都很厲害 曾影沙 讓倩姐都有點哽咽的 這個小女孩 她是我們三個女生呢 都做到了 團結一心 全力以赴 為國而戰 陳夢呢 她則是說什麼呢 希望兩位小妹妹 未來能夠實現我終極的夢想 你看 一棒接一棒 男子也是不得了 馬龍已經六金了 創紀錄 然後呢 這個擁有的部分 攀斬樂不得了了 另外來看到呢 跳水的部分 也是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跳水 夢幻隊橫掃了八金 那更別說 全紅蟬 還有鄭卿文 這些都是創紀錄 還有花樣游泳 女子拳擊 這些呢 都是第一面金牌 然後中國大陸很感人的是什麼 何冰嬌 這真的要講一下 他呢 在頒獎典禮的時候 還把西班牙的國旗徽章拿上台領獎 所以大家也開始期待啦 哎呀 四年後的奧運是在美國辦 那但是成都會辦試運會 亮哥提醒了 下屆奧運啊 中國大陸可能要小心美國陷害嗎 什麼意思 試運會完全不一樣啦 試運是比賽非奧運項目 那個 中國隊這次 因為他是在巴黎 這是非主場 對 那他拿過一次冠軍是在北京奧運嘛 在非主場 而且增減項目這麼明顯 就是 不是有利中國的 對你不利 舉重少掉四項 然後還增加了現代運動 四項 然後還有藥減來騷擾 不然 我實在難以想像張宇飛 連一塊金牌都拿不到 其實我覺得秦海洋也蠻可惜的 反正張宇飛是最意外 對 因為張宇飛在過去40幾場比賽 他已經拿過23張金牌 對 反正就是離離種種的因素啦 那到目前 最新的狀況是40比39 美國39 金牌 那美國目前是女子排球已經輸了 那目前是女子籃球還在比 美國對法國 那 搞不好是40比40啊 這也有可能 不過我覺得 老闆講這個大概確立的事實就是 中美兩國就是 體育兩大超強啦 世界上的G2 那體育上也是如此 這個 所以那個誰啊 那個 那個 Granhan Allison 就是哈佛大學那個 提休息體的陷阱 對 他今天講了一句話嘛 他說中國在澳會有這樣的表現 就表示中國是全面崛起了 那這句話其實滿有道理 有道理 就說崛起已經不是 經濟啦 科技啦 軍事 還有這個 甚至包括自己的文化啦 文化自信 這個是運動嘛 這個 方方面面都在崛起 事實上 最難的是文化啦 文化要崛起 還需要很長的路啦 就是國際話語權 那 這個 我覺得大概是 而且你看他的領域啊 因為我長期 我是 我算體育界的人啊 你從歷史看會看得更清楚 一開始是乒乓球嘛 對 然後 這個羽球是從東南亞 然後轉進中國 那中國後來沮喪 對 羽球 然後你同時也看到他在舉重項目 那可是後來 開始引起國際關注就是體操 是1984年 那個那時候的訴求叫0的突破 是 奧運 洛杉磯奧運 那接下來就是跳水 體操之後就是跳水 那這兩項事實上就已經進入 我們一般認為啦 就是 好像亞洲國家不容易進入的兩個領域啦 體操跟跳水 那後來中國大陸就贊助了嘛 那這兩個領域 就一直有不錯的成績 像全紅蟬這些都不得了了 對 那就跳水吧 這次不只跳水 不只不只 這次連花式游泳都拿到兩張金牌 對金牌 還有游泳的禁忌 游泳的禁忌 這個 攀展的那兩個金牌都是非常 含金量很高的啦 超高 這個自由白米啊 還有 4成100 400混合接力嘛 然後 你看他也進入了網球女丹 對 也是金牌 這個事實上 就表示他開始 現在大概只剩下田徑 比如說跳高啊跳遠啊那種 那種 那種一定要 還差一點點啦 對啦 可是我是覺得 這個有時候我們看體育是這樣 有時候是個別的天才出現 那如果 都繼續能夠接上 就表示是一個群體性的現象 比如說劉翔 劉翔在110米跨欄金牌 那個就是個別現象 他到現在紀錄都沒有被打工 沒有辦法超越 現在12年的沒被打工 那就是說他是天才嘛 他領先了 領先了大家 領先了10幾年 10年以上 可是你看跳水就是 一棒接一棒 帶有才能出 對 那就表示 這個運動已經扎根了啦 對 實際上桌球是最明顯的 因為全世界的 桌球的選手 還有羽球的選手 很多都是大陸出去的 都是啊 代表美國代表歐洲等等 你就知道 因為甚至還有人討論過說 桌球比賽要不要取消啊 不然全世界大概有一半的選手 是中國出去的 那不能這樣 那不過田徑要不要取消 那個就是 對啊 這個太無理了 太強了 對 強到其他國家也是 也是也是 也是中國出去了這樣 所以我們要去看 我是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講就是很多科技 也是各個領域這樣慢慢出去 你就說後繼勃發嘛 所以在運動也是類似的現象嘛 對 那美國感到 不舒服就是因為 有一些領域本來就是我的地盤 你怎麼進來 泳池對不對 游泳是最明顯 我跟你講游泳是一個 需要比較大的國力支持的運動 因為你一定要在 全國廣泛的蓋游泳池 從小要游泳 然後累積實力 所以通常你看那個為什麼 游泳隊幾乎都是白人 跟有錢國家 對 這可以理解 因為他需要投資 那非洲為什麼都是田徑跟足球 因為那是最便宜的運動 那你只要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大概就是 我覺得他的體育成績 應該是遍地開花了 對 就是說 跟美國就是都是體育強國 那我覺得我這次看到 最大的一個現象是 這個00後的選手 有的得失心也沒那麼重 他比較會去展現風度 對 比如說河冰礁 他好棒 還有很多人 還有那個 我們那個羽球藍霜 林洋沛那個對手王廠 他爆紅 他從頭到尾都微笑 你不覺得嗎 那台灣 我們台灣也對他 你很喜歡他 對啊 當然也因為他帥 是不是倩傑 王廠長得很帥 倩傑 你幹嘛換倩 不是啊 因為有人在說王廠為什麼那麼紅 那第一個就是說因為是帥哥 我喜歡都是女生 我喜歡睡女生 那當然第二個是他的風度 他風度不錯 那我覺得第三個就是 他對生活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就是 可能在 我覺得在1990年之前的選手就 你就覺得他那個緊迫感 壓力 使命感 很重 就好比現在的那個北韓隊這樣 你不覺得北韓隊就好像 當中華大陸在20年前的那種樣子 那中華大陸現在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 他可以比賽的比較從容 是 那有一點 比較多的自我在裡面 個人的色彩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好事 這是好事 這是好事 這是向上往前 賣了很大一步了 其實亮哥剛剛提到了說 這個體育大國 為什麼這是軟實力的展現 其實當年呢 我們在討論東澳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 冬季奧運 這以前都是非常有錢的國家 才能夠去攻城掠地 但是我們知道古愛玲 這次也紅了 在這一次的奧運 他也是到處穿梭 所以呢 東澳就看到中國大陸了 已經運動崛起 那這一次奧運 在巴黎 有人說架了很多拐子 扮你但是呢 沒有攔得住中國大陸 這些00後的小將們 不得了 其實新華社這篇文章 讓很多中國人有感 他說呢 其實在呢 你看乒乓球女子 拿到了金牌時候 他是剛好 是中國隊拿下300金 這是40年來 堅定賣上體育強國的中國 賣下了很重要的一步 那但是呢 說到不斷的架拐子等等 中美的奧會主席也 有通電了 中國大陸說 希望美國要落實呢 停止長臂管轄 確保中國在內 各個運動員參加這個賽事 能夠順利 因為下一季奧運是你們 2028年洛杉磯奧運 挖打呢 這個呢 他也特別提到說 美國有些人 純粹是想透過呢 有一些之前 中國大陸游泳 涉事的運動員 有一些興奮劑的問題 但是這已經證實呢 其實就是食物污染 那你就不斷炒作 要撈取政治的利益 但你相反的 美國自己短跑選手呢 他也被傳出來 有這個興奮劑的問題 但是他還代表美國隊 在進行相關的一個比賽 然後所以呢 挖打這邊就說 你啊 這常常是允許作弊者參賽 還大喊大叫 真的諷刺又虛偽耶 然後呢 其實呢 中國大陸也說了 就反興奮劑中心說 你們美國的確有這些陋襲 要怎麼樣 要停止雙標的行為 倩姐你怎麼看 我先講這個挖打呢 再回來為運動員喝彩 挖打這一次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特別 因為大家記得在2018年 當國際勇協去指控孫陽的時候呢 挖打的態度是完全配合國際勇協 那麼他也去做了很多強力的主張 因為當孫陽他們去上訴 無論是他們在這個一開頭 CAS的上訴 或者是最後到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的上訴的時候呢 挖打都是配合美國的要求 還有就是美國的USADA 還有那個由國際勇協去 就是FINA去委託別人去檢查的部分 這是最早的挖打 可是這一次在8月7號 挖打他在自己的網站上面 有一篇很長的文章 中間大概我有完全的把它download下來 但是大家只要看到 你說去挖打的網站上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他這次就非常明確的說USADA 他在這麼多年中間呢 是跟挖打中間的差異 以及他揭露了很多USADA的問題 所以從2028開始 他配合USADA的指控去做的事情 到了2021年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剛才嘉遠也講過 他們在東京奧運之前 是指控中國大陸的游泳選手有問題 可是在那個時候呢 我看起來挖打就稍微有一點改變 因為最後那些選手並沒有被剝奪參賽資格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我們在這一篇新聞稿裡面就發現了 原來是挖打在那個時候 就是2021年前後發現USAID 有很多不合規違規的情形 所以從1819年就配合著美國 到了21年的時候 他發現美國有很多的事情 那我們待會把它講一下 然後到了2024年一開頭呢 也是配合了美國的要求 對於中國大陸的游泳選手 做了極高強度的要件 我們都知道說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有他們這麼高的強度 而且在過程中間呢 還不斷地在美國 無論是紐約時報 或者是Sports Illustrated 或者是美國的國會 眾議員 都不斷地在指控他們的情況之下 有這麼多爭議之後 在8月7號 終於用一個新聞稿 來說明這麼多年來美國的USAIDA 它影響體育公平的事情 那簡單地說這個新聞稿裡面 我大概我有印下來 但是沒有做手板給大家看 反正就是像這樣子 就很細很細的 一條一條寫的 那它這裡面它寫的 它主要是說 他們後來發現 那個美國有很多選擇性 跟任意的執法 那麼在這一段時間中呢 至少有三個例子 那它非常詳細地講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以臥底為名 容許長期使用 類固醇和醋紅素 就是增加紅血球 那這一個運動員 他沒有講名字 因為他說後來 美國都說會影響到 這些運動員的安全 所以不能公佈他們的名字 一個就是用臥底為名 容許他長期使用 第二個例子呢 是說他取消他的暫時停賽 可是他取消的時候 並沒有依照規定向WADA通報 而且他在中間也特別寫說 如果通報 我們不會同意他的競賽被取消 所以他那個人是不能夠 能夠參加比賽的 然後最有趣的是 他說有至少三件案例 其中呢他條例了兩件案例 還有一件沒有講 也就是說8月7號的這一個 很長很長的稿子裡面 列舉了USAID的選擇性的 任意性的執法 可是沒有講最後一個案例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現在兩邊 還在角力的一個部分 一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員 所以那麼從這裡面 你把它撥出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USAID選擇性 任意性的執法 以根本沒有的規則 就是並沒有任何的規則 說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是根本沒有這些授權呢 他就任意性的讓運動員被豁免 他的藥檢的不合規被豁免 而且另外呢還大量的批准 治療用藥也就是說 因為我生病了所以我要用藥 他的治療用藥的豁免呢 他也是大量的批准 這第一種 第二種呢就是他立法去擴張 他的跨境管轄 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這個 羅勤科夫反興奮劑法呢 給了美國的USAIDA就是美國的藥檢局 加上FBI一個非常大的廣泛的權力 在國際體育組織裡面去要求 或者是調查各種的資訊 允許美國的司法機構 對海外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跨境調查 好這是第二個 他用它國內的法 第三個呢是很重要 是最近因為你們都記得 正在比賽的過程中 美國不是說我們要提 美國的國會提說 我們要恢復對挖達的信任 的一個法案嗎 他的理由其實是這個 就是國會他可以 停止或者是延緩 他們對挖達的出資 挖達的出資 這裡是他的網站上面講的 就是今年大概總金額 是差不多5000萬 你可以看到總金額是5000萬 但現在收到的錢呢 只有3000萬左右 這是今年只有收到3000萬 奧運年喔 然後最重要的是 他有分各個州 各個continent 那我就把每周的這放下來 就是美國本來應該要出362萬 可是他一毛也沒有出 所以美國可以用他的 國會去延緩 停止出資 來對挖達施加壓力 難怪這個新聞稿最後 挖達就問說 請問你們這些國會諸公 還有美國的USADA 美國的奧委會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國家 有這麼廣泛的違規 跟不合規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 你們還會這麼正正有詞的來 逼著挖達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2018孫陽事件 剛開始一直到2024年的8月7號 挖達其實已經逐漸逐漸的在改變 也會逐漸的讓我們可以看到 他在後面所受到的壓力是多龐大 那個本來的規則 美國不管你 然後他們可以自己去立國內法 他也可以不出資 使得你的運作困難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我認為 在美國藉著USADA影響體育公平 非常重要的案例 而且是明明白白 有挖達的新聞稿把它寫出來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 就是我們現在看今年 我們當然是為運動員喝彩 因為他們是台前的那些 光彩奪目的明星 那我們也看到了 剛才亮哥講的那種 整體國力的提升 這裡面就是有一代跟一代人 中間的傳承 你去看陳夢對他的小師妹們 馬龍對他的小師弟們 你看到郭晶晶對全紅禪 你看到了這些 甚至就是孫陽跟潘展樂 雖然他們是遙遠的 就是遠遠的看 潘展樂說我要打敗你 像這種的那種一代一代的 交棒的存出來 讓人感動以外呢 你也看到了第一次闖進了 以前的競技場域的 譬如說鄭清文的女子網球 譬如說王子路的那個藝術體操 這些都是突破了過去的界線 從來沒有去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整體的國力的提升 我認為它不只是在奧運 就是競技比賽 都是頂尖高手的比 如果你在中國大陸到處去 尤其是都市白領 你看到整個的這個市面上 有非常非常多人在從事他們 叫做鍛鍊或者是體育 下班的時候去做 極劍 瑜伽 普拉提斯 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以前的 這個放在我們的頭上 那個東亞病夫的那個帽子 其實是穩穩的就摘掉了 東奧上那個三億人上冰雪 這個奧運會的前前後後 有這麼多人去熱愛體育 是一個非常非常值得 讓大家喝彩的事情以外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喝彩 我們最近都沒有講 就是阿里雲 這是太厲害了 這個阿里雲的厲害是說 他不但是擊敗了他所有的 國際的對手 而且他這一次做了三四件事情 第一個是他整個場館的管理 當然這個是從杭州亞運 我們就知道 就有非常龐大的力量 這種盤古大模型 華為也可以做阿里也可以做 大家都可以做 可是他這次還做了 他在所有的轉播的地方 這次不是用衛星轉播 他是用雲的技術 他的雲的技術裡面 他有雲上轉播的時候 他有低食鹽 還有AI多鏡頭回放的各種功能 所以使得他的強大的雲端的基礎 設施作為驅動 用機器學習跟深度的網路 神經網路來運作 並且在所有的比賽場館 他實時的去做很多 3D的模型跟AI的重建 所以你看這次我們看著所有的競賽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在看科幻電影 就突然間跳起來以後 就轉了一圈 或者是剛才的一個動作 你有看到365度的重新的 各種不同的角度 那這些都是用高級的雲計算 用模型來計算出來的 所以說他不但是在科學的場館管理 他基本的支持 就是整個賽事的穩定的那個支持 更在所有的轉播 實時轉播這個地方呢 做了極大的突破 所以除了運動員 值得我們喝彩以外 阿里雲也是非常厲害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